我用的是為了防止兩邊的河道崩塌 可是我今天想要給各位看的除了是人為的影響 還有固船宮過之後它會有什麼改變 你可以看到固船宮上游的流比較淺 因為固船宮它有藍沙發的作用 所以沙子全部被流在這邊 它就形成一種環境 你看它的水流比較緩 它水流比較緩 然後比較淺 沙子比較細 所以到下面因為固船宮水會疊掉 你只要像這個水 它衝力會挖掘出一個洞 所以看到下面有潭 潭還有賴 它們所孕育的魚種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環境 它同時有人為的構造物 從此有潭和賴 我覺得剛好就適合講 在一般自然的狀況下 潭和賴通常會交替的出現 那可能是在有大石頭的狀況下 大石頭沒有辦法被沖走 所以水在大石頭沖下來過後 它就會形成潭 可是它的沖地慢慢消失之後 潭的下游就會變很賴 直到現在大石頭出現 就會潭賴交接天 在當中做孕育的不同生物 可是我們今天在上游 我們今天在上游的話 因為上游的魚種會比較少 在台灣的話下游的魚種會比較多 因為有一些河海交接的魚 海水的魚就會游進來 可是上游的話 上海的魚越來越少 所以今天這兩邊的魚種變得很明顯 我今天我其實有嘗試去借虧箱 但是因為後來發現虧箱不外借 所以不然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我現在很想放個虧箱下去 大家直接探游就可以看到魚 對對對 這樣子看其實也是也看到魚 用網路線也是可以 但是你會看到說 這邊可以看到的魚 但是潭裡面呢 潭裡面那個水化的地方 要看到魚就比較困難了 可能在天管的水裡面 你可以看到到魚 但是有水化的地方就比較不容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戴面鏡還有虧箱的關係 好想游泳喔 您就拖吧 您就拖了 掌聲鼓勵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是 留下印象 阿路銘你要趕快掌聲鼓勵一下 不要這樣 今天是來工作不是來玩的這樣子 今天我準備幾種器具給大家 就幾種道具給大家看 我剛剛在收 可是今天這東西沒有收到東西 可是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就是 被人幹走 這不是我的問題 你看這個魚裡面是有網帶的 我把整條魚收到魚放進去 你告訴我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把整條魚收到魚 吃乾罵進去 還把骨頭戳出來 我被叫飼餘都沒有這麼貼心了 可是他 這個人真的 等一下骨頭戳出來 然後這東西讓他拿走 人不過他好處是要東西沒有被幹的 他覺得你不應該放那個人來拿別人 善心人數 他覺得他就 對對對 人不想有魚被捕到 太不想拿走什麼東西 太善良了 可是如果今天沒有善心人士的話 我們抽到魚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食股動物 像我在花蓮就會用這個刷到疊 這樣 如果說我們今天設的是大一點的線子 放久一點的時間 那我們要做的 因為可能會有 這種兩棲類爬蟲會游進去 我們應該要讓一天天空間 浮出水箱 你可能在那邊放個寶特瓶 他浮出水箱之後 如果他空在裡面 他就可以在下面呼吸這樣 所以你放個兩三棲 憋在裡面不會掛 可是如果你沒有錯的話 我再三三棲晚上去那邊游泳 就看到那個陷阱裡面 就有憋的屍體 就翻版定這樣 會有點不堵 你通常都是晚上去游泳 蛤? 因為晚上魚會睡覺 白天晚上也會 這兩種魚 就是白天的出現魚和晚上的魚不一樣 哦 比如說白天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外來種 講那個狗袋 他晚上就會出來 就是他是少數晚上看我醒的 所以你爸媽心臟也要很強哦 嗯 對不對 人文教出來的 人文教出來的 現在的小孩子都不只在西邊玩 我是把小孩子拖去西邊玩 哈哈哈 這個陷阱的話 我們一邊 他會有繩子 你一邊可以打開岸邊 然後一邊都沈進去 他比較 不需要有石頭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滿 你一邊都沈進去 你一邊都沈進去 然後你一邊通常都會有東西 他自通就是蟋子 他不知道當然是像 毛蟹啊 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你在漁港看到的話 有可能會看到類似的東西 那旁邊起來有講蝦網 或是但裡面已經有東西了 我們還是從 其他 其他東西來講 我們今天帶了 我們今天帶了 我們今天帶了拋網 我們今天帶了拋網 這個拋網其實很小一個 他拋起來沒有那麼 方便 他拋起來沒有那麼大 可是好處就攜帶很方便 我可以像筆電這樣帶著他走 對 筆記型電腦筆記型拋網這樣子 等一般的拋網都很重啊 一般拋網蠻大 他會用水桶來做 很大一顆這樣 他拋起來也大 那 這個網是美式網 美式網 為什麼叫美式網 我介紹一下他的構造 對 這個網 你可以看到說他這邊有一個環 對 環的就是美式網 這個環的話會讓 伸縮 我整理一下線 如果你今天拋網出去的話 你收回來的話 他的魚會卡到這邊 嗯嗯嗯嗯 那一般而言 傳統網的話 他的環會固定在這邊 然後一點點 對 然後魚就只是被夾住而已 但傳統網好像有傳統網的好處 這個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不過聽拋網界的前輩是說 你拋美式網很簡單 但是如果說你去同學 每次往開始 你要進到傳統網裡面 難了 然後傳統網要重學 這樣 這樣 今天就示範一下拋網的方法 我們需要後退嗎 應該不用 就是 其實我昨天也跟 猴神頭展 關大哥來看 但其實這邊的 魚可能是有受到釣魚什麼 其實 魚種比較少 那我今天 我們當時拋了好幾網 其實才有魚 那我今天很擔心說會共夫 反正 所以我們今天就抓到什麼 就講什麼好嗎 如果說 沒有什麼 那大家就當作沒看過 不是 不過我們就做了我們 因為你想說拋彈區這邊 但我後來發現彈區比較好 它比較容易卡到 因為我今天要維持我乾燥的前向 所以說我都不拋這邊 我拋的比較賴住這邊 它有一點深度 但是 現在會有磨洞 看他這樣能往直上開之後 然後等待一定 一段時間讓網子沉下去 嗯 好像沒有抓到 欸 沒有 沉下去之後 你這樣慢慢的拉回來 我之前很擔心今天怎麼一直都抓不到這樣 不會啦 我先包個兩個 因為... 今天這裡比較抓到比較難 去頭城的漁池啦 漁池比較快 對啊 好像那個... 應該不會難打老師啦 哈哈哈哈 那是剛才就抓不去 哈哈哈哈 那抓不去 OKOK 1 2 3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再...等一把就好啊 嘿嘿 你怎麼搞的 你也很厭怕 哈哈哈哈 那怎麼還... 太多了 貓枯 貓枯的話如果在有時候水比較多 那種水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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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那邊我之前開工地也不多 那種水比較多 那種水比較多 因為... 在拋下去感覺好像就是... 好像買一台券 買一次買不夠 又買第二次的感覺 所以... 我先示範用其他方法這樣 像另外一種... 那種有... 有餵餅長餅的網子 那你可以借我一下那邊網子嗎 那這個T網的話 它可能就會在... 像我先使用的話 我可能... 這個地方就比較... 它水流比較寬 我可能會有一點嚴重的水 可是我覺得... 今天最理想的地方應該是...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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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種地方的話... 通常都會有... 嗯... 沒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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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殼蝦... 黑殼蝦... 對... 黑殼蝦... 黑殼蝦... ... 對... 對... 黑殼蝦... 對... 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蛋就是... 非公平 海洋其用... 像我在... 胡安... 河口那邊... 看到比方... 除... 如果那個地方的話... 他比較多的汤汁... 這樣... 就在看有看... 比較多的汤汁... 中文字幕 李宗盛